变成私人的移动血库 日前又有一名女孩炫耀特权 吹嘘去西藏出车祸几乎生还无望 但姑姑动用关系 让全阿里自治区公务员献血 之后家人包机弯流 G550飞华西医院就诊 引发热议 29日 网传西藏阿里全体公务员 唯一女子献血相关话题 出现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热搜榜 截至29日晚间近期时 相关话题在微博上 有2.6亿浏览量 讨论量已多达1.1万 这源自于北京时间11月28日晚 一名被称为血草姐的上海女子 在抖音发布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 该女子炫耀了与丈夫 去西藏旅游度蜜月的经历 视频先是晒出各种景区和餐饮的照片 然后就是 她在西藏阿里地区遇到严重车祸 伤势严重 她自数肚子打开来 发现肝的大动脉撕裂 肝腹核形撕裂 目测喷腔就有三千多生血 医生直言就不了了 但其家人之后 动用关系联系到上海卫健委 再由上海卫健委协调阿里地区 让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她献血 之后家人包下无拘高海拔的 弯流G550送到成都华西医院治疗 转运过程中各种开导 只关方车辆 转运时间不到三小时 聊天记录截图显示 该女子的丈夫告诉她 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 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 动用了阿里的所有公务人员献血 动用的人员包括派出所民警 消防官兵 还有部队官兵 整个阿里地区的A型血 都给你输上了 一共七千多毫升 你全身换了两次血 这整个救助过程 甚至成了正能量新闻 刊登在华西医院的党建园地 该女子在视频中分享的华西医院出院病情证明书显示 她全身损伤多达三十处 多个器官受损 包括创伤性肝破裂 创伤性疑破裂等 网民纷纷感叹 如果不是她身份特殊 换成普通人早就没救了 上述视频引发网民愤怒 网友们纷纷指责中共官方的特权 去阿里的包机一趟多少钱 全中国能包机的有几个 我们穷人只是他们的一栋血包 这次事件直接将公务员变成私人的一栋血库 中国经济萧条 东北的农村 很多村庄已经成了空心村 村里人都走光了 这位女士说你来我们农村看一看 这些房子基本全都是空的 不说走光了也差不多 有的那是为了孩子上学 有的那是为了养家糊口 在我们东北呢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 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 东北没有大厂子 投资不过山海关 像魔咒一样笼罩着东北 还有很多东北的大学生 他们都不愿意留在东北 都往南走了 因为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留 人你都留不住 还谈什么振兴乡村呢 这些乡村不是你修了多少路 装了多少灯 盖了多少房子 而是村里还能剩多少人 拿什么去留人 只有钱村民的收入不增加 振兴乡村那只是一场梦 说句不好听的 只有钱才能留住人 也只有钱才能让那些出去的人回流 因为村子里面的一家老小 他需要生活 老的需要看病 小的需要上学 这些都需要钱 乡村有什么优势 引入什么样的产业能够生钱 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能够赚钱 布局什么样的产业可以维持发展 这才是核心 才是要考虑的问题 而不是假大控的放口号 倘若躺在家门口就能把钱赚 谁又愿意漂泊一箱呢 中国经济萧条 大量年轻人失业 不生娃 不结婚 不买房 同时很多地区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 这是重庆中县的一幕 这本来是一个商业中心的广场 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中县你们看这个地头 好恐怖哦 我的蚂蚁 这个广场狗头啊 你们看吧 狗子的黑牙牙 你们看这个年龄阶段 看 我的天 新一轮疫情席卷中国 不仅北方多个省市医院人满为患 南方的广州 深圳等地医院也大排长龙 中共官方躺平 掩盖疫情 不提心冠病毒大流行 党媒还承认 对于正在爆发的呼吸道传染病 没有特效药 11月27日 中共党媒 人民日报 健康客户端报道 多位临床感染学专家表示 就目前来说 上呼吸道感染疾病 均无特效药物 去年年末 中国新冠疫情全面爆发时 多名中国专家也表示 治疗新冠没有特效药 许多中国民众 怀疑当局又在掩盖疫情 认为现在爆发的就是新冠疫情 或者是病毒变异引发的疫情 其实还是新冠肺炎 我感染快好了 所有症状和去年新冠症状一模一样 他们已经习惯于欺骗 吉林市李女士的两个孩子 都出现白费重症 他日前告诉新唐人电视台 有医生私下对他说 这其实就是新冠变种 核酸检测也测不出来 但政府不让说 其实中科院院士中南山 11月10日在广州一次 健康会议上已透露 自11月起到明年1月 可能会出现一波新冠疫情感染高峰 这位北京男子说 北京而言锁门口又堵死了 短短500米要开十几分钟 我看马上要过号了 让师傅找机会靠边停车 抱着儿子一路小跑过去 总算没迟到 我挂的是门诊专家号 服务台那边有人咨询 说现在挂到2000多号了 即便能挂上急诊号 可能也要第二天才能开上 这几天严锁 儿童医院 北大富二这些医院都爆满 现场挂急诊 等看上的话需要四五个小时 长的话七八个小时 或者第二天才能看上 这一波流感染病毒 荷包病毒和支援体 真的太厉害了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 餐饮业新一轮倒闭潮来袭 进入11月以来 各地餐饮行业的生意 比往年更难做 接上关门转租的店面越来越多 餐饮市场寒气逼人 引发关注 近日 大陆专业餐饮网站 红餐网实地走访了 广州多个商圈 街区 同时采访了北京 成都 深圳 上海等各地餐饮人 发现当下餐饮市场的真实温度 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 寒气逼人 红餐网现场走访发现 两公里长的路 有十多家餐饮店关门歇业 包括卤肉卷店 炸鸡店 泰国菜店 猪杂粥店 烧烤店 江南些商圈的萧条 并非特例 素有茶饮一条街 之称的天河南一路 正在转租昭租的茶饮店 就有六家 广州天河区车杯附近 一条几百米长的小路两侧 关了十多家餐饮店 其中一家门头 还很新的分面店 在转租广告的下方 还贴着一张 刚发布不久的 朝夕晚宫的信息 广州以外 深圳北京成都 长沙多地 餐饮市场都不容乐观 福建一家鲁味快餐店 开业半年亏了近二十万元 转让十店里的设备 才卖了约五千元 在北京红餐网专栏作者 迪斌形容 当地餐饮市场 跟外面的气温一样凉 一条平日热闹的商业街 有五六家临街店铺 超三个月没租出去了 从业十几年的成都餐饮人 豪侠传创始人蒋毅 在朋友圈中写道 成都餐饮数据惨不忍睹 据说有势头正进的品牌 旗下门店业绩腰斩 一些仍在营业的餐饮店 情况也不容乐观 一家川菜馆的老板表示啊 这个月门店日营收 下滑至八月的一半 最少的一天 甚至不及八月日营收的领头 很多餐饮人因惨淡的行情 较苦不迭 开小店亏小钱 开大店亏大钱 不是卷价格 就是卷铺盖 广州消费者某某 华敏说 真的被江南西的倒闭速度震惊到 星期一还去吃的螺蛳粉 星期六再路过 已经在搬设备了 他常去的江南西 是广州热门商圈之一 周边有不少大型商业综合体 人气一直都很旺 前几天路过时发现 八月已经关店的一家螺蛳粉店 至今还空着 无人接手 江南西商圈 一家名为占柳记的螺蛳粉店 也已经停止营业 正在拆除门店设备 沿路直走 两公里长的路 有十多家门店关店歇业 包括卤肉卷店 炸鸡店 泰国菜店 猪杂粥店 烧烤店等等 关门的店大部分是单体小店 也有少数是连锁店 更令人感到含义的是 那些连排倒闭的餐饮店 比如 连排的四家餐饮店 只剩中间一家小吃店还在营业 其余三家店均已关门 素有广州茶饮一条街 支撑的天河南一路 门店洗牌更加残酷 红餐网走访当日 该区域正在转租或者招租的茶饮店就有六家 还有三四家正在为党的门店 报道说 市场含义不止表现在广州 深圳 北京 成都 贵州 长沙 各地的餐饮市场都不容乐观 福建一家鲁味快餐店 十一月关门 店主表示 四月盘了一个店铺 五十多平米 月租七千元 每天营业额就六百七百元 扛不下去了 只能转让 半年亏了近二十万元 最后转让时 店里的设备才卖了约五千元 其叉叉数据显示 今年一至十月 全国餐饮累计新增注册量为 三百五十点一万家 较去年同期 多了三十七点四万家 与此同时 全国餐饮累计吊销量 达一百零五点六万家 而去年同期为五十三点八万 不少餐饮业界人士认为 今年的生意比往年更难 一方面 消费下行 客流减少 另一方面 行业涌入大量创业者 竞争压力变得更大 这位餐饮业者称 现在的餐饮 真的不好玩了 不管是大店哪 小店哪 品牌店哪 都在卷价格 现在就是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当时九月份的时候 我就在说 那个时候 如果你放低价 对折呀 还能放得出去 你现在呢 你一折两折三折的套餐 全出来了 你这个时候想卖 你都卖不动 观点潮真的来了 大规模的观点 因为你连低价都卖不动了 你怎么去活啊 现在经济环境太差了 之前大家都在透支消费 你的消费都是超前的 然后你现在呢 都在补窟窿的阶段 你的收入还没有增长 甚至下降了 那这个时候 哪有钱去消费 我们做餐饮的 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我真正能说 怎么费得不动了 你怎么费得不动了 你们现在的 evident 你怎么费得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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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课